新男的主持 薛惠今年好過冬 冬季四大暖身料理 送給你 OK 歡迎第二棒 杰瑞師傅 來 先和我轉 杰瑞師傅 冬天 你要推薦的是什麼 我今天要做的是 沉寂姜母鴨 沉寂 這是沉寂 不好意思 很煩耶 這沒辦法 請看示範 計時開始 好的 今天我們用到的是 沉寂 老薑 這邊我處理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把它切厚片 或者是把它拍開 這裡我準備了 甘粿 番茄 然後八角 好香 甘草橙皮 用油煸 那是什麼 用油 白胡椒 白胡椒 然後花椒 還有花椒 還有小茴香 小茴香 這些都在中藥房 可以買得到的 炒到這個香氣 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撈到 滷包裡面 好 好香喔 好 那我們利用 同一個鍋子 我們現在 鍋子的溫度上來之後 把這個薑母放進來 好多薑 然後加入黑麻油 我還放很多薑 那溫度上來之後 我們轉小火 讓這個薑母的味道 把它煸出來 麻油煸薑 怎麼那麼香 接著我們就把鴨肉 鴨胸鴨腿全部一起放 對 這邊使用紅麵翻鴨 是因為早期 只有紅麵翻鴨 它的體型比較肥厚 而且又比較耐煮 薑母鴨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的皮跟肉 要稍微煎得有點嚇胖 帶著一點焦化的味道 它才會最好 那兩碗是什麼東西 綠綠的 薑母鴨好吃的秘訣 一個就是甘蔗汁 然後一個是薑汁 炒香之後呢 如果喜歡吃全酒的 我們就可以用全酒下去燒 對 好 很認真 就太多了吧 我怎麼還沒上呢 Good 越多越好 Yeah 全酒進來之後呢 然後你的這個甘蔗汁進來 還有薑 薑汁 先一半進來 這包好了 沾醬 沾醬有用辣味的豆腐乳 跟原味的豆腐乳 原味比較甜一點 然後我們這邊補一點糖漿進來 補一點糖漿 魚粉味淋也可以的 補一點米酒 然後多帶點 這道餐用的水酒 多帶了一點辣味 我們最少還是要讓它 燉煮個30分鐘 所以這裡其實已經有 燉煮30分鐘的 好漂亮的顏色 30分鐘 是 焊火氣氛滿好的 對啊 這樣子真的有冬天的感覺 對啊 再冷都不怕 對 補一點薑汁 讓它的味道更濃厚 好濃啊 味道一定很濃 然後我們吃薑母鴨的時候 一定會叫上去 就是這樣啦 這樣就完成了 很漂亮 它的薑的辣 真的是很明顯 而且它放了全酒對不對 現在完全沒有酒味 有時候我吃薑母鴨的時候 我會覺得 它的每一個料理的味道 都是分開 但是全部都是融在一起 有沒有 很暖喔 我吃個涼口 我覺得我就熱了 很暖耶 是不是錯覺 真的 好燙喔 我的氣都上來了 因為空腔關掉了 好棒喔 我的氣就好厲害喔 真的好棒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Jerry 謝謝Jerry